未知已成功路德南郵救已經要大天 剛才是整台邰班約無聊在其他一邊 在南家府中心的組合在外也是一樣的流行的均均 每年 學生開口淨前 家府中心會辦法在組合金給孫夫做的孩子 在南家府今年二月底要發放的組合金就需要650萬塊 因為既入保有很大的地方 因此南家府在外國跟南郵做合作 在所有的五大郵救來購辦在外國 我們希望在這個助學特賣會裡面 我們協助幫忙我們來籌募我們的助學金 因為孩子們在過年之後二月中旬即將要開學 那因為家府中心所陪伴的孩子 在家庭上都有遭遇的變故 所以在學費上 學習費用上都會是比較困難 所以今年在這個春季助學裡面 我們南台南家府中心目標 我們希望說可以由社會大眾 我們可以一起匯集到我們650萬的助學金 組合在外國的東西是最多的 當時民眾來關注 不關是借的 原來其中用品、神器和電器 也有真有 他們說在外國的介紹最多的秀 所以說一開市就開賓很多的請說民眾來選擇 我們持續希望說在這個兩天的助學特賣會裡面 我們可以 目標是不是可以來衝達我們20萬 20萬塊的這個助學 然後再加上民眾的一個小兒捐款 這些匯集起來 我們希望讓孩子在二月中旬的開學的時候 可以很開心的很順利的 然後帶學校去享受開學的樂趣 在交付中心事標是說 這兩天的助學特賣會分別在 新宮、台東、英路、安南、跟元甸等 五京、一國東部來高興 希望民眾會待會擁有參與 讓助學金順利來總頂 去月底來順利發放 南非新聞彈一下 大家不猜的方法